我在信主之前 我跟我先生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所以在很多的观念 我们是很不相同的 包含就是可能是养育孩子 或者是生活的一些习惯 甚至在礼钱的管理金钱的部分 也是差异很大 那因为这样子的差异 造成我们婚后很常有争吵 每次吵架 那我真的也认真想过 就是要离婚 我们也规划好可能就是一个人带一个 然后分开各自生活 那在108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很小 所以我先生就规划要提前退伍 他原本稳定的一个收入就即将不见 可是在那一年 我们也面临到说 我们的存款已经即将见底了 所以我那时候每天就感觉是有被一个黑暗笼罩着 有时候甚至是坐在椅子上我也会莫名其妙的 就是流泪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意间在YouTube上面呢 我看到修哥的讲道 我真的是被深深的吸引 我就有内心得到很多的安慰 还有平安 那我先生知道说我有在看旌旗讲道的影片 他就很鼓励我查查看嘉宜有没有就是聚会的据点这样子 甚至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也是陪我一起走进教会 第一次走进教会 环境是陌生的 但是就是当我在听到就是敬拜的歌曲的时候 我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然后觉得我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们小组因为就是都是夫妻 所以我们夫妻之间遇到了相处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养育孩子的一些困难 我们就是会在小组之间彼此就是彼此分享 那对于我先生 因为我先生也透过弟兄们的支持 让他们在属灵上有很大的成长 那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觉得天父就像是我跟少卫共同的父亲 他就是教导我们夫妻之间怎么相处 怎么去爱对方 从我们以前 我们甚至是有吵架到要分开 透过教会然后透过神 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次数越来越少 我们觉得每件事情都可以好好的讨论出一个 对我们全家最好的方向 我真的很感谢神 因为太多太多的恩典跟祝福了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为神做什么 为什么神可以对我们这么好呢 谢谢神这么的爱我们 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给神 不过神是个自然的烈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